各位CEO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上分学员小桃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农历新年的特辑 农历新年的特辑有什么特别呢 当然是先给大家办一个年 首先祝大家在农年身体 我们一定要健健康康 其次我们的美股账号 如果现在个股还在水下 那就祝大家早日出水浮龙 如果再已经盈利了 那就祝大家继续财运新龙 如果各位CEO对于前面那一段还算满意的 那可以点个赞留个言 给大家办完年之后 当然我们还是要回到原本我们周五的内容 对于过去一周美股的走势去做一个总结 这样我们也就完成了这一周的全金奖任务 好吧 那么就废话不多说了 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 先来看一下今天资产价格的走势 美元今天小幅下跌 美债收率今天出现了小幅上涨 我们马上就去聊一下 今天最重要的一组宏观数据 2023年CPI的调整 三大指数 今天的收盘也反映了过去一周的一个走势 纳指是零涨2.3% 标普1.4% 道指在过去的一周基本在横盘 黄金的价格过去一周下跌了0.8% 和长期美债收率的上涨有关 如果我们认为过去一周 所有资产价格里面走的最好的是原有6.3% 那我们就错了 在过去一周里面走势最好的是比特币上涨了11% 并且和三大指数去对比的话 罗素2000在过去的一周也上涨了2.4% 主要是集中在星期四和星期五的这两天 最后是板块这边的走势 过去一周价值股相对比较弱 必需品消费下跌了1.4% 公共事业下跌了2% 所有板块里面涨幅最好的是芯片板块 一周上涨了5.5% 并且芯片板块也成为了今年到现在为止涨幅最好的一个板块 让市场很多参与者包括美联储期待已久的2023年CPI的调整数据在今天出炉 我们如果把核心通胀拆成左边一半部分的核心商品和右边一半部分的核心服务 黄色这条线是修改之后的通胀数据 白色这条线是修改之前的通胀数据 我们这边看的是三个月的年化 所以这张图告诉我们2023年核心商品通胀在4月份5月份的时候是被高估了 然后在接近于年底的时候 10月份11月份12月份是被低估了 在上年的最后三个月核心商品通胀我们看到的是通缩 而经过修整之后还是看到这个通缩 但是通缩的这个幅度并没有原先数据里面那么大 然后另外一部分核心服务 美联储可能更加关心这一部分的通胀 因为在美联储的视角里面核心服务通胀它的一个年瞻性比较强 所以我们看到黄色这条线反映的是经过修正之后 上一年的6月份7月份8月份这三个月通胀数据被往上调 然后接近于年底的时候10 11 12这三个月核心服务通胀被下调 核心服务通胀之所以在接近于年底的时候被下调 是因为房租这一块的通胀被下调 更加精确的话去说7月份8月份这两个月没有我们看到的数据那么好 然后10月份11月份这三个月比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数据还要好 所以商品通胀往上调服务通胀往下调 核心通胀全部加在一起3个月和6个月的年化 10月份和11月份往上调一到4个基点 然后12月份稍微往下调一点 最后一个结论是核心CPI比我们看到的数据要稍微强劲一点 但是在核心服务里边房租通胀比我们看到的数据要稍微弱一点 然后我们下来回顾一下过去一周比较重要的几家发过财报的公司 第一家公司麦当劳麦当劳下调了他们对于2024年的指引 他们认为现在消费者的这个趋势已经回到了疫情之前的这个水平 第二家公司昂三米作为一家芯片公司 管理层并没有给出汽车芯片去库存的这个底部 到底在什么时候管理层说我们不去做这个预测 但是他们认为整个EV是一个趋势 并且他们给出了未来三年相对比较乐观的公司的营收指引 公司的margin指引公司的盈利指引 然后第三家公司Palantir发布完财报之后 几乎天天都在上涨 经过管理层在运营花费和股权激励这一块的控制 Palantir已经正式成为一家会计准则上盈利的公司 然后下面一家公司一来一利利财报还是一如既往的好 在过去一周出现了比较不错的涨幅 安菲斯管理层认为一季度将有可能会成为他们最差的这个季度 接下去包括2024年的下半年将会越来越好 因为管理层所给出的这个指引导致股价盘后出现了非常不错的上涨 Chiapoli和麦当劳不一样的是 Chiapoli继续通过他们的扩张 保证他们营收上面的成长速度在13%至14% 作为一家连锁快餐店 Chiapoli的EPS增速也达到了18%至20% 属于相当的高 所以市场也几乎给了Chiapoli相当于科技板块的适应率 然后Uber的财报好于市场预期 但是盘后并没有出现非常明显的波动 PayPal虽然在过去的一个季度盈利好于市场预期不少 但是对于2024年的指引在营收增速6%的情况下 管理层竟然只给出了0%的EPS增速 这表明公司内部的运营效率出现了非常大的问题 接下去Disney 在这次Disney的财报里面 终于看到DTC流媒体这一块的业务 已经非常接近于赚钱的这个阶段 从一年前的亏损10亿美金到过去的一个季度 只亏损了1亿美金 并且管理层给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指引 流媒体这一块未来的这个margin可以达到两位数 虽然这个margin可能还不能和奈飞去比 但是从这次财报之后 市场所给出的一个反应可以看到 管理层Disney在慢慢的赢回投资者的信任 最后是今天发布财报的百事可乐 管理层所给出的这个营收指引在至少4% 低于市场预期的5.2% 因为就在之前 管理层所给出的这一个营收指引是在4%至6% 而且接近于一个上区间 公司的管理层说到 随着消费者行为基本恢复到大流行之前的这个水平 增长率正在正常化 百事可乐的这一句话 基本和星期一发布财报的麦当劳完全一模一样 消费者的行为现在已经回到疫情之前的这个水平 我们一起快速来看一下百事可乐的财报 营收2021年同比增速在13% 2022年同比增速9% 23年同比增速6% 在疫情之前 百事可乐的营收同比增速基本都小于5% 而在后疫情时代 因为我们看到了通胀 百事可乐利用通胀进行加价 所以我们看到他们运营上的一个盈利 同比的增速在8% 8%和过去一年12.6% 而在这一次财报会议里面 管理层告诉我们 5.3市场的这个预期营收增速在2024年可能做不到 接下去我们可能要慢慢回到疫情之前的这个增速水平 4%至4.5%左右 这一个指引告诉我们 消费者已经开始对于价格感到非常的敏感 在2024年 如果百事可乐在营收成本 cost of goods这一块做不到非常好的话 那他们最终EPS的这个增速 可能也会降到疫情之前的这个水平 在1%至2% 经过过去一周的走势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标普500里面 大于50均线的这个百分比 过去一周的这个变化并不是非常大 现在还是在63%左右 但是标普500却持续去破新高 这就再次告诉我们 整个市场里面的参与度 其实没有那么的高 主要参与其中的可能是一些成长股 没有参与进来的可能是一些价值股 截止到本周五 已经有将近65%以上的公司 全部发布完财报 到目前为止 faxed这一组数据告诉我们 从市场对于财报的这个反应来看 这个季度仍然是属于一个非常正常的财报季 什么叫做正常的财报季度 就是如果EPS的数据比市场预期要高 那理论上来说股价应该会出现一个上涨 如果比预期要低 那股价应该会出现一个下跌 举个例子 比如这一个区间 一共有18家公司最后的数据EPS比市场预期低了5%至20% 这18家公司平均的下跌幅度在0.8% 在上一周的时候 我记得这个区间里面没有太多的公司 所以这些公司的一个平均走势是正的 财报明明低于市场预期 最后股价的走势反而是正的 这就是非常的畸形 而当有更多的公司发布完财报之后 这一个涨幅或者跌幅就更加接近于真实数据 所以理论上来说正常情况下 这一条黑色的线应该是呈现一个上上走的趋势 并且如果EPS是好于市场预期 理论上来说就应该会出现一个涨幅 如果出现一个跌幅的话 这时候我们就需要小心 因为市场在sell the news 最后我们来聊一家公司 Cloudflare 股票代码是net 星期四发布完财报之后 星期五出现了20%的上涨 所以有CEO想让我聊一下这家公司 首先我想先说一下 这一家公司包括这个领域 以前我有去研究过 但是经过我研究完之后 我发现这个领域实在是我自己没有办法去掌握 所以对于Cyber这个领域 我可能只能站在旁边看一下 但是也正是因为这样 今天我可以从一个相对比较客观的角度 去看一下这一家公司的财报 希望可以通过财报这一方面的解读 给大家一些帮助 首先我们先去看一下 这一个季度的营收和盈利 营收比市场预期高了2.5% 盈利高出市场预期24% 所以单就四季度的一个财报结果去看的话 还算不错 然后是第一季度的指引 营收在373 市场预期在372.3 几乎完全一样 EPS 0.13 市场预期在0.12 也几乎是一样 整个财年2024年 营收的预期在1.65个Billion 市场预期也是1.65个Billion 所以完全符合 EPS的这个指引 0.58至0.9 略微高于市场预期的0.56 所以从财报本身和预期 一起去看的话 第四季度的财报 EPS这一块 的确好出市场预期不少 从指引这个角度去看的话 几乎是完全符合市场的预期 这样的一个财报和指引 是不是可以匹配周五百分之二十 这个涨幅 如果我们认为这家公司 基本面非常的好 2024年营收可能会出现一个突破 但是无论是一个基本面 还是营收上面的一个突破 并没有反映到管理层对于 整个全年的一个指引上面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他们财报上面的一些数据 首先先来看一下 飞快据准则 营收在未来的四个季度 平均的增速在27%至28% 非常好的营收增速 运营花费这一块 平均的增速在24%至30%左右 还算是OK 我们希望看到的是 运营的增速比营收的增速要小 因为这代表这家公司的 运营效率在增加 所以也会导致它运营上面的一个盈利 同比增速78% 74% 4%和15% 所以从飞快据准则这个角度去看 对于2024年的这个指引 或者市场的一个预期 我认为相当的不错 但是如果我们看 他们的快据准则上面的一个预期 Operating Income 运营上的一个盈利 第一季度负的4500万 第二季度负的4900万 第三季度负的4500万 第四季度负的5100万 前面非快据准则看上去还不错 这边快据准则我们看到 季度和季度之间 并没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改善 并且和过去五个季度去对比的话 也没有非常明显的改善 这说明这一家公司 在股权激励上面的增速并不低 从短期的角度去看 市场的情绪面 板块的热度 都会影响到股价的走势 从长期的这个角度去看 特别从基本面 从财报这个角度去看 我们投资任何的一家公司 我们一定会希望这一家公司 从会计准则这个角度去看 每一个季度都要比上一个季度要好 虽然现在Palantir的估值非常的高 但是我认为Palantir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并且Palantir的这个例子 我认为应该可以成为很多家 其他现在所谓的一些成长股 一个非常好的典范 如果这一类公司 可以慢慢的把他们的思维 从非会计准则 转到会计准则上面 来衡量这家公司的话 我相信市场一定会给出 他们非常好的一个反馈 还是那句话 Palantir就是非常好的例子 最后是富途摸摸 为我们带来的新年大礼包 现在只需开户 就可以获得闲置资金 最高年化8.1%的回报 入金6888 就可以获得15股免费的股票 加上一股亚马逊的增股 加拿大市场刚刚开启了 RSP和TFSA的自主投资 现在只需入资100 就可以获得50加币的现金券 入资5万 可以获得750加币的现金券 入资的方法 包括入金或者转仓 转仓的提量达到10万 可以获得最高1550加币的现金券 最后是澳洲市场 入金2000澳元 就可以获得实质免费的股票 总价值高达3300澳币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在我视频的置顶留言里面 找到开货的链接 那今天的这些内容就到这边 大家过年好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